接著來關心 也是本來投資人 心頭蟲很紅的產業趨勢 ABS載板 當然股價值直落 但是最近似乎出現一些轉機 我們看到星星的 第三季的獲利創新高 每股賺5.8元 前三季EPS也是高達15塊左右 那麼景碩執行長說 其實今年是成長了一年 是股價委屈了 他說明年下半年會再一次的供需 會失衡 會再一次的吃緊 到底這個載板 接下來的整個市場展望怎麼看 我們這個博士幫大家來看一下 到底它的市況是不是落底了 它的含金量 目前還像過去評估得這麼好嗎 好 我們先看 既然大家在講IC載板 因為其實IC載板 它其實如果你今天從 我們電腦打開 或者是手機打開 裡面的板子上面就有這樣子 你可能看到只是說 好像很微細的結構上面 一顆一顆一顆 它其實是很複雜 它其實底下是很多層的 很多層的這個部分 我們簡單來看一下 它的這樣的一個結構 它這個基本 這一顆上面這是我們的IC 下面是我們的所謂的主機板 各位都知道我們現在 基本上IC都不是直接連在主機板 都是反過來的 都是反過來 所以IC都是反過來 然後直接 所以我們叫附金式的 這樣的一個封裝方式 可是各位要注意到一件事情 我們在講IC的時候 它的製程它的尺度是多小 都是奈米等級的 都是3奈米 5奈米 這種很細很細的線寬 可是我組我們的PCB板 PCB板它的等級是次毫米 次毫米來講就是可能 可能300 500或100微米 所以跟它的等級是差了10萬倍 所以我的線路線上來講 我這麼細的線 我怎麼可能直接接到這麼粗的一個 這個PCB板上面 所以沒有辦法 所以這中間就要透過這個 所謂的這樣的一個 窄版的概念來做 這個窄版的概念來講 它其實它是一層一層堆疊上去 每一層堆疊上去的時候 它就可以 我這一層堆上去 我要做什麼樣的線路 我就把它挖洞 然後需要導通的地方 我就鍍銅上去 這樣一層一層堆疊上來 所以這個我們叫做真層模 真層的方式的一個概念 再來看 講到IC載板 大家可能看到就是 BT載板跟ABF的載板 其實它的發明其實是日本 或者是BT載板 是日本的三菱瓦斯 ABF其實也是日本的公司 微知數 之前討論我沒有想到是位數 對 是 它其實就是位數 但是大家在講 其實Intel 其實發掘的材料很重要 所以就主導了 就是整個的這樣的一個技術的發展 所以這個材料上來講 我們這邊已經有說明 兩個主要的差異就是 BT載板 它是相對比較硬的 所以它們耐熱或者是 抗潮溼都是 這樣子環境是比較優異的 本身來講就是因為 它有玻璃纖維的一個板子 所以它比較硬 缺點就是 你要做這個磚孔 因為我們板子上面要做磚孔 這個難度比較高 那ABF來講它其實是磨 所以我要做這個 比較細的線路 是OK的 我就可以做到 這種比較高速的傳輸 所以兩個的應用上來講 有一點點不太一樣 那在BT載板來講 就是我們手機上的 一些晶片的使用 或者是應用為主 那在ABF來講 大概就是屬於 比較高階的運算 譬如說CPU GPU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晶片組 這種比較高端的 這樣的一個晶片 那講到這個ABF的部分來講 其實真的這家公司 就是大家可能想不到 它其實就是日本的 這個未知數這家公司 它所生產的 那這個膜呢 基本上來講 它其實是利用在生產胃精 的這個製程的時候 它有一些副產物 這個副產物 它可以導致說 我可以達到一個 很高絕緣性的效果 從胃精裡面發明的 對 所以這個其實大家想不到的 那它這個開發這個時程 這個 你可以猜是多久 開發這個啊 對 應該要很久吧 好 其實四個月 四個月這麼快 對 開發出來之後呢 三年賣不出去 就是我深信這個東西有用 對 但是我開發出來 不好意思 在當時的技術上來講 沒有人可以用 就是大家 就是大家還沒辦法接受 可是當 我們剛剛講過 Intel在主導這家公司的技術 主導了之後呢 從 大概二十年來 這個技術就用到現在 也就是開發四個月 對 三年賣不出去 OK 賣出去之後 賣了二十年 所以這個其實是 存潛期待三年多 對 所以這其實是 還真的是 日本人的 或者是他們的一些 就是堅持 還是很厲害的 那當然在這裡面 它就 為什麼很多 既然這個這麼重要 難道沒有人可以跨越過去嗎 其實它除了在開發這個技術上來講 它也做很多專利的保護 對 還有營業秘密相關的這樣的一個保護 對 它這個真神模型 其實我們台灣自己有做嘛 對不對 我們跟日本的技術比較起來 差別在哪裡 是 我們可以簡單來看 台灣其實這個部分來講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有公司覺得 這個部分我們也可以來嘗試著開發 而且做出來品質還不錯 對 它這邊來講 有個這樣的一個比較表 就是我們的這個流動性 還有保存條件 因為日本的這個ABF的這個膜 必須要在零下二十度 所以它必須要保持一個低溫的環境 那台灣這邊來講 它可以在零到五度C的 這樣的一個環境下 就可以保存 那當然第一個 再來就是說 這台灣生產 所以我相對應的這個碳足跡就很低 就是相對來講 使用上來講也 而且更重要的是 我們價格是有精神力 對 那這是台灣的這個廠商 那主要這個ABF的這個 這個製程上來講 就像我們剛剛講 上面這是我的晶片 對 後來它的應用面呢 還會更多嗎 這個的應用面 就像我們剛剛講的 隨著我們現在 剛剛也講到說 不管在AI 在數據中心 在這種高速的運算的需求上來講 所以它的這個應用的 這個層面上來講 會越來越高 所以可以預期得到 它的這個需求一定越高 所以台灣 所以景碩說明年還會供需吃景 你覺得會的 對 這個是一定會的 對 那它的結構上來看 我們大概這樣來看 就是它實際上來講 我的IC是導力的 然後下面是我的這個板子 那我們這邊可以看到 它其實是一層一層堆疊上去 那這裡就是當我依照我的線路的配置 我可能需要做磚孔 或者是做導電的這個銅的這樣的一個製程 那我們這邊最後來看就是說 這個整個的市占旅來看 那我們每次在講說台灣有這三大場 台灣三大 市占旅最高 新興 新興是市占最高 再來就是我們的這個南電 還有這個景碩 是台灣的這個栽辦三雄 那這個基本上來看 其實都占非常算一個 還滿重要的一個比重角色 那日本就是Ibande 這個其實是一個滿重要的 這個的一個日本的公司 那在整個的應用層面上來看 就是有未來的這樣的一個 的一個市占的應用比例來看的話 PC或者伺服器 其實占了總體的這個比例 占了非常高的一個比重 那而且接下來在更高速的需求 5G的這種基地台的應用上來講 其實它的晶片的需求量會更高 所以這個ABF的這個栽辦的 這個需求量或者是這個趨勢 會更明顯 所以這三雄你選哪一項 好 那其實剛好因為其實 在前幾天台積電 其實也因應了它的這個 開放創新平台 那多了一個聯盟出來 就是針對我們一直在講的 未來的先進封裝這個製程 它的3D Fabric這樣的一個製程 它籌設了這樣一個聯盟 那這個聯盟裡面 它就在載版的部分 因為這個是屬於先進封裝的部分 那在載版的部分它列了兩家 一家是日本的 我們剛剛講的一方店 那另外一家就是台灣的新星 所以如果是從技術的這個角度上來看 大家可以多多去稍微去觀察一下這家公司 OK 謝謝張博士很清楚的介紹 那股價上我們現在要怎麼操作呢 文恩 好的那其實我跟博士一模一樣 我會選3037新星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在股票市場操作 我最討厭驚喜 如果說你看ABF三雄當中 新星已經公布的財報了 那其他兩家沒公布 我不知道南電到時候會講出什麼負面的夜水消息 那如果說單純就星星的夜水角度的話 他也說資本支出他不會下降 而且第四季也應該還算是不錯 那只是來了 難了 基本上現階段的話 整個ABF的部分很奇怪 投信站在買方 可是外資都站在賣方 這是為什麼禮拜四的時候 你發現ABF漲不太動 所以說我給大家比較好的建議 他的籌碼好像有一點對坐 有點稍微混亂 真的不要追高 等壓回到 因為他屬於現在對大盤強勢 等壓回到五日線 然後而且外資的賣盤 縮手量縮在進場布局就可以了 OK 謝謝我們今天所有來賓的分享 其實要換個角度來看 現在遍地都是黃金 我們剛剛提到 包括從股價的這些價格 本益比 股價淨值別 它的價值其實都還在 祝福大家這段時間 就持續的學習 好好做功課 當這個訊號出現的時候 你的人生 你的財富也會跟著翻轉了 祝福大家操作平安順利囉 下個禮拜再借你一起來開趴 拜拜